香港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地方 我們的海洋 孕育了非常豐富的海洋生態 但是這幾十年來 海洋環境急劇變化 最終可能會改變海洋的命運 到底這一切是怎樣開始的呢 從2019年香港有7千公頃的土地 都是透過填海得來的 為我們的海岸線和沿岸增境 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 與此同時 急速的城市發展 也影響到生活在香港水域的 各種海洋生物 其實各式各樣的生物都非常多 基本上你帶一個鏟來的話 每次下去都一定會有些生物 例如各式各樣的蜆 各式各樣的蝦 甚至有些比較少見的生物 例如有一種差不多是活花石 叫做腕竹類的生物 Brecule Port 他們英文叫Lamb Shell 我是李承業 是中文大學美福善海洋科學研究中心的主任 我是一個海洋生物學家 我第一次來海星灣 應該差不多是四十年前 有一次我們在第一年班的Field Trip 有一次在晚上安排來海星灣 來出Field 而在那次裡面 令我整身人畢生難忘 原因是因為在晚上的時候 如果你是很小心去到這些地方 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海洋生物 包括見到各式各樣的蟹 有魚 甚至有魷魚 也有最出名的海星 非常非常多的民眾 其實這個地方叫海星灣 是有原因的 因為在當時 你如果是一些適合的潮水的時候 來到這裡的話 你基本上差不多 你走兩三步就會踩到一隻海星 我們試看看這裡的情況 大家看見 其實我們拆下去 只要很淺的深度 大概一個公分左右的深度 已經是沙都是黑色的 這個其實反映出 實際來說這個地方的護染 都是相當之厲害的 因為它的微生物主要的生化作用 是會在保養器的時候 產生一些黑色的化合物質出來 然後將這些沙粒染成黑色 如果在一些比較健康的環境裡面 實際來說 在一些這麼粗的沙的環境 是不應該這麼快已經是黑色的 Polar Harbor其實是香港 我整個太平灣裡面 最大的一個內港 所以叫Harbor 其實真的不是一個碼頭的Harbor 因為它是長方面 好像一條港一樣 所以那個水本身的船困 recycling是比較慢一點的 我還沒來香港之前 聽說是80年代 初期這邊是很多很多山門 特別是周圍 其實山路的覆蓋率 都可以達到70% 你想像 這個70%已經是現在 很多香港的海洋公園裡面 山路的覆蓋率 意思是以前Toro Harbor 那個生物多陽性很高很高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為什麼會污染了呢 聽說是80年代 周圍起了山城市 然後周圍有很多人養豬 然後周圍也有很多 連杜金的工業 所以變成排出污水 直接派入Toro Harbor 所以變成造成Toro Harbor裡面 很多重金屬 很多養分 那些豬的排污 然後人的排污 變成Toro Harbor 變成很polluted 不只是重金屬的pollution 另外是organic pollution 很多soul weight 那些東西 所以變成 within one or two years 全部那個cora 是從70% 全部死光 差不多沒有1-2%留下 那個破壞性很快 但是已經幾年裡面 整個Toro Harbor的生態 受到非常非常大的打擊 沒完沒了的填海和海上工程 嚴重破壞了很多海洋西食地 不少魚類 珊瑚 海洋捕魚類動物等等 都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 當中 包括大家熟悉的中華白海豚 當時白海豚很多 尤其是那些 雲書船 那些大船 車過經過很多海豚甘尾 有三幾十條海豚甘尾都有 在機場的時候 就掘了一些污泥 因為它要打樽下去 那時候就在橫蘭島 即是葡台橫蘭對出 那些船就拖出去 然後把污泥放回海 那時候因為水流的問題衝回來 橫蘭曾經我見過 在珊瑚上高鋪滿了泥塵 那你有泥塵 變成蓋了那些小動物 藤環也沒有呼吸 那現在根本掌不動 那時候很… 即是深呼 那曾經有人拍過 那時候在坐直升機的軍事 沒有看牠 那坐直升機 驚訝到他們一路放些污泥出來 因為本來政府就叫遠一點 但那些人去到那裡就不放 那水流又衝回頭 另外海洋污染和不可持續的商業捕魚活動 亦都令香港本地的魚業走向衰落 我們現在的牌釣 就載到葡萄島的白牌那裡 如果是平時呢 六十年代的時候 幾牌釣已經有今天這麼多魚了 今天真是小生活 這裡就是十五牌釣 就是一千五公歐 師兄說現在圍到幾十個歐才圍到一條魚 整整八個都圍到兩三條魚 這裡有多少斤? 這裡大概是八斤魚 如果平時十五牌釣 起碼都有三十斤魚 那些魚呢 沒有現在的魚這麼小的 以前這些比較大很多 平時也有四、五兩一條 現在這些都是三兩左右 最大的魚最大的魚是殺兩重的 這些大瓜山 那些狗甘那些魚很多 我們是時候停一停 想一想 思考一下 怎樣可以好好保護我們的海洋 其中一個方法是擴大海洋保護區 給個機會海洋可以優洋生息 我們的目標是在2030年之前 將全港30%的水域納入保護區 然而 香港目前只有大約5%的水域是受保護 我們必須要積極擴大 延持海洋保護區的範圍 要在對海洋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之前 作出行動 扭轉局勢 要做到這一點 我們需要所有人一起參與 說明今天的漁獲 這裡你估計可以賣到多少錢 這裡賣到300元左右 但是也不夠為今天的食物 當然不夠 只買魚餌也差不多 今天真的最少收穫 為什麼你還不繼續捉魚 小了海 我對海很有興趣 因為捉魚很大 很滿足的 你不要想牠沒有 明天或者有 捉魚很怪的 海洋的事 想不到 大海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會怎樣回答 大海也有關係 我的漁民 對於大海來說 一定是滿足的 因為生活是企落 大海好像在陸地 陸地真的很熱 海風很舒服 我經常作為一個教師 我有點感嘆 香港或者華人社會 要教大家對生物尊重 有時候有些困難 因為大家很多時候習慣了 只是跟生物的關係 就是我要吃你 當我拿起一隻蜆 拿起一隻鞋 來介紹給我的同學知道 以前來說 在幾十年前 一定有個同學問我 好吃嗎 好吃嗎 或者怎樣煮好吃 其實在香港 大家對於自然環境的資源 保護 真的要去再想想 例如一隻這樣的蜆 我相信有很多人來捉到牠的 都會帶牠走 但是大家再想想 其實這不是一個很有智慧的處理方法 因為這隻蜆其實只有幾個月的年紀 多數應該是未到性成熟的階段 如果你現在已經將牠拿走 其實就是你將牠整個種群 我將來繼續持續存在的能力 來牠剝奪了 因為牠連一次去繁殖的機會都沒有 我會說 但是海是我的實驗性 The sea is our love 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人只看螢幕裡面的東西 看書 其實都沒有親身經歷過海是什麼 所以我的學生每個都一定要潛水 有些是很好用 當然有些是一般的 而且大家要經歷過 下水 看一看水裡面有什麼東西 所以我的強調一樣是 大海是我的實驗性 還有一樣東西 希望大家也要明白 你看80年代 一、兩年 本來很多山路的地方 一、兩年裡面可以破壞了 不過三十年來都不能回復 所以很重要的一個資訊 一個訊息 是破壞是很容易的 不過要回復 要回復是很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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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們儘量做 不過我們都沒有辦法 100%可以說 肯定可以回復 只要我們這麼喜歡海 因為海外才是潛水 如果將來沒有了海 沒有了那麼多東西看 沒有了樂趣 沒有那麼多魚 那麼你是很不開心 我自己的願景就是 香港做一個這麼先進的城市 基本上大家的生活都算是富裕的 應該這樣的時候 社會應該對環境保育 和生態多樣性的保育 是有多點的重視 一般市民願意去付出多一點的代價 來去貢獻在這方面的保育工作 有很多東西不需要去到這麼盡的 我們去享受自然環境的時候 不要只是用一個我要用你去拿東西走 去吃這樣的態度 來去對待我們的自然環境 希望特別是將來的一代 可以對環境 對我們的附近的生物 多一點的尊重 多一點的了解他們的需要 然後去保育他們 以照這個是一個可以持續 給我們未來的一代 在下一代去享受的一國之緣